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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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摹敦煌壁画的几年 对于张大千来说 是艺术生涯的一次涅槃 据说张大千在敦煌的几年间 全部花费达五百条黄金之多 但由此蜕变升华出来的艺术新生 使他成为一代大师 无愧于徐悲鸿对他的评价 五百年来 一代大千 1949年12月9号 国民党撤离大陆的最后一批飞机即将起飞 张大千带着他精选的几十幅临摹敦煌壁画和自己珍藏的部分精品 要求同机撤离 机上的国民党高官深知这些画作的价值 然而飞机严重超载 机上的人员最终决定放弃已经上机的部分黄金 而戴上大千先生的这一批画卷 就这样 这批张大千最珍贵的收藏离开了大陆 抵达了台湾 而这幅空行母就来自于宝岛台湾的资深藏家 如今 这幅空行母就成为我们见证当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期间画风转型的重要作品 空行母画作色彩运用大胆 色彩饱和而沉着 充满装饰性 非常华美 人物具有雍容的唐宋风格 与他早期的人物画风格大相径庭 画中空行母五官精致 神色安定 眼神凌厉 背景的火焰背光是以用黄金粉末调出的金线勾出 使用石青 石绿 朱砂等天然矿物颜料作为装饰色 以冷暖对比的方式衬托出空行母的整体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在敦煌期间花费巨大 生活早已十分结局 但是用真金来勾勒波热烈焰 这更加说明了他对佛教艺术的前程 我们再看张大千画风转型之初的这幅空行 他不仅是张大千为数不多的藏传佛教绘画作品 也是敦煌之行具有开创性转变的重要作品 我们似乎能够在空行母精致而充满动感的造型中 感受到张大千当时与藏传佛像画亲密接触之初 那小小的得意之情 那些用矿物颜料勾勒出的人物充满质感 是传统水墨难以实现的 空行母浓墨重彩的画风 也为张大千晚年的重彩泼墨奠定了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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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千的创作生涯中写满了《随性与真诚》 正是这种真性情使得张大千的许多艺文趣事 至今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 有一次张大千与几个日本友人会面 闲谈间日本友人流露出对石涛的崇拜 石涛是明末清初中国话坛的大家 被誉为清初四僧之一 他的画作充满豪放欲博的气势 张大千一听石涛便来了兴致 欣然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石涛画作 与有人进行切磋 然而日本人看了之后连连摇头 说这些有瑕疵 真假恐怕上代推敲 这明明是自己潜心收藏 几经鉴定的石涛真迹 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于是张大千不解地反问日本人 那看看你们藏的真迹 看看哪些才是真迹呢 只见其中一位从随身带着的资料中 翻出几张照片说 这是收藏在日本的石涛真迹 张大千拿着照片仔细端详了一番 竟哈哈大笑 无不得意地说 这里的好几幅正是在下的卓作 怎好与石涛大师比肩呢 奈何好事之徒混淆视听啊 随后张大千拿出自己的临摹之作 对比真迹 将石涛运笔布局 村擦渲染的奥妙 以及过精过卖的鉴定要点 一一到来 直说的几个日本人连连点头 佩服的五体投地 原来张大千素来酷爱石涛的画风 不遗余力地搜集石涛画作 反复推敲临摹 由于大千比例深厚 悟性极高 以至于最后达到真伪难辨的地步 张大千临摹石涛画作 甚至一度瞒过了著名的黄斌红大师 还成就了民国画坛史上的一段佳画 《秋雨心情》就是张大千临访石涛古艺的作品 画作中山石陡峭 《秋雨晴高谷》 充满中国古代文人化的深邃意境 一幅色调浓重的空行母 一幅清丽雅致的鱼蓝观音 一幅墨色豪放的秋雨心情 这些作品正是大师艺术生涯中 某些特定时期典型风格的代表 满载着这位话坛巨匠 对艺术的真挚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0年春季 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娟画 艾恒湖亮相拍卖市场 经过近60轮的激烈交价 最终以10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交 这是中国近现代书画 首次突破亿元大关 也成为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市场 新的里程碑 2010年保丽秋拍 又一幅张大千的立作天女散花震撼登场 立即引起各方强烈关注 名人 名画 背后显为人知的传奇 它又将创造出怎样的天价呢 画作天女散花为色色苗金纸本 它纵167厘米 横72厘米 画卷上仿佛一位雍容华贵的仙女 从云中款款走来 它手持连伴 头饰华美 裙脚飞扬 神态安详闲静 仙女的前面散落着片片花瓣 正合天女散花的主题 整幅作品尽显唐风气度 线条圆润自如 转折之处则顿挫有力 画卷上有多美作者的印章 如大风堂 张元思印 蜀中张元 大钦毫发等 张元是张大钦曾用名 大风堂是张大钦的摘号 张大钦出生于书香门地 在艺术上 他精通书 画 诗 词 印 是一位全才 无论是山水 人物 还是花鸟 张大钦都能轻松驾驭 不管是工笔 写意 还是泼墨 他都能挥洒自如 张大钦被誉为画坛皇帝 他与齐白氏一起并称为南张北齐 更被徐悲鸿赞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 在张大钦的绘画中 人物画特别是美人图 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张大钦懂得欣赏美人 也善于描画美人 在他笔下 优雅的少府 绝代的仙女 古代的侍女 受了惊吓的贵妃 各种类型 各种情绪的美人风情 都被他刻画得细致入微 不过 张大钦美人图画得好 灵感却常常是源于一位男士的风采 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大钦绘画灵感来源中的这位男士 就是梅兰芳 原来张大钦喜爱戏剧 在他看来 戏里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一人代代相传的精华 是一种明烈的美 尤其是明觉 眼神 执法 举手投足 身段姿态 均可圈可点 在戏剧明觉中 张大钦最欣赏的是 京剧大师梅兰芳 梅兰芳上中后的脸谱及身段 被张大钦语为 浑身都是画稿子 相传 张大钦与梅兰芳相识于一次饭局上 两人正好被安排相邻而坐 张大钦笑着对梅兰芳说 你是君子 我是小人吗 梅兰芳问张大钦 为何自称小人呢 张大钦笑着答道 你是君子动口 擅长演戏 我是小人动手 只会画画 画音方罗 两人开怀大笑 张大钦与梅兰芳是挚友 在张大钦的美人图中 他经常巧妙地借鉴梅兰芳的身段动作 引入画作 使他笔下的美女顾盼生姿 天女散花创作于1935年 是张大钦早期的作品 也是他前往敦煌临摹之前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张大钦画作 以临摹和仿古为主 在临摹古人绘画的前提下 参与几亿 无论是唐颂的气象意境 还是原明星的笔墨情韵 张大钦都力争做到 容古人而由我 画作天女散花 就颇具唐风一韵 在描绘仙女面部时 张大钦承袭唐代的三白画法 将额头鼻子和下巴处留白 并以红润的脸颊陪衬 使脸孔的轮廓线条分明 除了以三白发勾回面孔外 张大钦在人物眼部的刻画上 也很有特色 为了实现眼部的传神 张大钦在画时 凭借深厚的艺术功力 通常先描出眼眶 再勾出同人的轮廓 用淡墨渲染二三次 再用浓墨重勾一遍 即使美人妙目 悦然至上 画卷天女散花 通体苗金 是目前所见的 齿幅最大的张大钦 佛教人物画作 天女散花 在中国成语中 多形容抛洒东西 或大雪纷飞的样子 也比喻春满人间 极庆常在 其实天女散花这一点故 来源于佛教故事 相传 有一天 如来佛在西天莲花宝座 讲经解法 忽然 忽然 瑞云东来 他遥知 得意弟子 维摩杰患病 于是 如来派众弟子 前去问候 他断定 维摩杰要借机 熏经试典 如来佛便派天女 前去检验 弟子们的学习情况 天女 手提花篮 飘逸而行 来到尘世间低头下望 见维摩杰 果然正与众人讲学 天女随即将满蓝鲜花散去 其中有一位弟子 叫做舍利弗 满身沾花 众人 差一万分 天女曰 节席未尽 故花灼身 节席尽者 花不灼身 也就是说 修行不够 花瓣沾身 如果修行够好 花瓣就会飘落 舍利弗自知道行不够 便越发努力学习 天女散花的故事 广为流传 成为中国传统的吉祥图案 在京剧黄梅戏中 有天女散花的桥段 在中国年画里 也有天女散花的主题 不过 张大千笔下的天女散花 却有着 另一番传奇 那就是 画上的仙女 却有其人 那么 这位仙女是谁 他和张大千又是什么关系呢 相传 画中天女形象的原型 很可能是朝鲜少女 池春红 池春红曾是一位当红的异计 1927年 29岁的张大千 到当时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游览 在这里 张大千与池春红 相识相知 春红这个中文名字 就是张大千给取的 据张大千多年后描述 春红楚楚可人 心思灵巧 两人语言不同 但是春红善解人意 两人朝夕相对 又都写爱书话 共同的爱好 使两人暗生情愫 最终私定终身 1939年 不幸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池春红 因为反抗日口非礼 被杀 以待绝色才女 相消欲损 痴情的张大千 心痛不已 在此后 张大千一生的绘画中 池春红的形象 屡屡出现在张大千的笔下 比如张大千1944年 创作的画作 红符女 画中的人 就是池春红 而画卷 天女散花 也是以池春红的形象 做成 1935年 张大千画成天女散花后 诺款 以亥二月 拟唐人壁画笔法 坐于大风堂下 属人张元 并亲笔提记 噢听刘英 噢杰林 噢从蝉塌 许相亲 噢然遗忘 唯魔疾 散尽天花 不着身 刘英之言 说的就是 一记 池春红 张大千对池春红 一直念念不忘 此中深情 令人感动 他先后三次 在天女散花上 留下提拔 使这幅名作 更显得 弥足珍贵 张大千的天女散花 流传有序 他创作于1935年 画作完成的当年 在张大千的 兄弟画展中 就曾展出这幅画 在著名画家 郎靖山主编的 《美术生活》中出版 此后 在张大千诗文全集 张大千传中 都有这幅 天女散花的介绍 许多专家都认为 张大千的天女散花 足可以与创下天价的 爱恒湖相媲美 爱恒湖是张大千晚年的巨幅画作 画纵76.2厘米 横264.2厘米 采用张大千独创的 波抹波彩画法绘制 描绘的是远眺瑞士亚琛湖的景色 在张大千诸多作品中 大行其道的 波抹波彩作品 和成古创新的 侍女作品 价格最高 天女散花 是目前所见的 齿幅最大的 张大千描绘 佛教人物的 侍女画作品 又是张大千前往敦煌 临摹壁画之前的作品 属于张大千的早期作品 数量稀少 必定会受到市场 极大的追捧 张大千的画作 天女散花 色色清雅 用淡墨淡彩勾画人物 衣纹简洁流畅 神态安详闲静 历经历乱 天女散花图 在魁违数十年之后 再度面试 仍保存得完好如新 文物有灵 见证了张大千 对春红的 情深 意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